刚刚结束英国型的肖静腾 前一天才抵达台湾 11月28日就出席媒体情歌会 即防艾滋反毒记者会 工作再忙也不忘倡导公益 而紧接而来的12月份 肖静腾只有9天在台湾 不过让他最担心的是 家中4只宝贝猫 让肖静腾很心疼 也被媒体追问其 会不会想帮猫咪找一个女主人 让肖静腾尴尬笑而不答 刚讲说很心疼 我根本没有时间 对啊 我就一回家 其实就是只想回家灭别的 就是赶快想要抱他们 陪他们 因为这样子他们会生病 那会不会想赶快帮猫咪 找一个女主人 可以帮忙照顾 加油 好 而在当天现场 肖静腾更难得开口说英文 还与主持人黄紫焦对答起来 虽然只有简单几句 但可以看出肖静腾这次英国询收获良多 还非常顽皮地回答起媒体 让他用英文做自我介绍的要求 平常还好不太说 那英文你怎么会自我介绍吗 我的名字是杰 和你 在台湾宣传新专辑时间少得可怜 肖静腾当起空中飞人 唱片公司提示他工作满当的辛劳 特别送上双人床 希望他回家可以靠着床释放压力 更是非常无奈地表示 虽然很忙 但是睡觉的时间还是有的 有啦 这种话 这种话 当然可以睡觉 怎么可以不睡觉 睡觉是一定要睡的 一定要休息 对 这故事我编不出来 没办法 真的